近日 第79集团军某炮兵旅组织人员装备 在辽西某陌生地域 采取自主对抗 火力协同等方式 展开了一场火炮直瞄射击演练 全面检验部队在严寒条件下的 战场生存和协同火机打击能力 这次演练 各作战单元 需要采取直瞄射击的方式 自主标定射击方向 调整射击诸远 确定打击目标 即适应对战场突发情况 提高战场生存能力的重要手段 考验的是炮班成员的训练质量和心理素质 最大射程可达数十公里的火炮 以往都是采用间接瞄准的打击方式 这次要对千米之外的固定目标 实施直接瞄准射击 官兵们需要摆脱固有模式 根据现地实际情况 不断调整装备设置 射击完毕后立即脱离战场 动动注意 向一号阵地 机动 除了不同以往的打击方式 零下十几度的低温 层出不穷的战场情况 也时刻考验着每一名冠兵 我们立足复杂战场环境 从南冲沿检验部队 快速侦察 快速机动 快速火力反应能力 从而全面提升炮兵部队 以火力打击为核心的整体作战能力 在连续多天的射击中 该旅将提醒射真射减 着眼小规模联合作战需要 出出通信 炮兵侦察等十余个兵种 进行合成组训 有效检验了各兵种之间 指挥信息互联互通和自主协同配合 炮兵部队战场生存和协同火力打击能力 得到了进一步检验提升 经过三个月的新训生活 新兵逐渐完成从地方青年 向合格军人的转变 这两天各部队的新兵陆续迎来了 结业大考 现在就让我们去看看他们的表现 这是陆军第79集团军 某新兵团组织的多课目结业大考 持续的低温给考核增添了几分难度 实弹射击考核中 新兵李孟豪步枪突然卡弹 在安全员的协助下 他顺利排除故障 安全员在完成车叶故障排除之后 我又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 我可以的 我能行 然后就继续按照动作要领 进行瞄准和调整呼吸 最终的成绩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大家请看 此为82-20手榴弹模拟圈球弹 手榴弹石头训练难度和危险系数都非常高 天山腹地武警新疆总队某新兵团500余名新战士迎来实弹投掷考核 他们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跃进和两枚手榴弹投掷 当拔出保险箱 投出第一枚手榴弹时 我的心情是十分欣喜和激动的 也是一个合格战斗员的转变 军旅生涯中每一次都是一种收获 很好 往前走 往前走 前 前 在第83集团军某新兵团的心理行为考核现场 新兵要蒙住双眼 在战友的护送下抵达雷区中心点完成排雷 除此之外 新兵们还要完成穿越电网和信任被摔等团体课目 通过不断地配合 增强团队协作意识和人际交往能力 从而在战场上更放心地把自己后背交给身边的战友 不仅军事要过硬 思想政治也必须要过关 近日 武警北京总队组织近万名新兵参观总队使馆 了解部队走过的光荣历程和建设发展的辉煌成就 在经历了近三个月的衰打魔力后 新兵们渐渐退去稚嫩 走向成熟 武警黑龙将总队新兵团隆重举行新兵授贤即宣誓仪式 这标志着新兵成功实现了 从一名普通社会青年向合格武警战士的转变 我们戴上了红尖章 街上就有了更重要的责任 坚定自己的理想与信念 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这几天正在高原助训的新疆军区某师退伍老兵陆续告别高原 离队返乡 脱下挚爱的军装 背上回乡的行囊 对于老兵们来说 道一声再见 太难了 下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 感受老兵们对高原深深的眷恋 明天我就要离队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战斗 希望在战斗过程中 大家认真学 注意记 距离离队还有不到一天的时间 郭亚冰把大家召集在一起 临行前他要为战友们上最后一堂课 自己也有个女儿 她今年也是五岁 刚好自己在这个装备上的经历 也是五年多时间 也就相当于自己的孩子一样 她见证了一些东西 自己从她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自己也平常在关心关照关怀她 入伍16年 雷达车早已成为了郭亚冰最亲密的战友 今天她要把陪伴自己多年的雷达车 托付给新战士 今年的新兵上手能力也特别强 到现在也基本上都能够单独 完成这个值班任务 这一点也比较欣慰 自己走了之后也比较放心 毕竟后继有人 后面也有人能接受自己这个班 上车饺子下车面 离队前一晚 连里的老兵新兵聚在一起 和面赶皮而包馅 我当了16年兵 基本上年年后老兵的时候 都对人和包饺子 包了16年吧 就是人到大家包饺子送我了 也有点舍不了人类 也舍不了这些宗族节目们 这年都经历山南河北 这个各个地方的饺子 什么形状上都有 每个地方的饺子 有不同的形状 我今天晚上也是最后一次 在这包饺子了 后面都不会再有这样的生活 这样的经典 我挺怀念这样的 新战士孟亚军 刚结束完执勤任务 就从海拔 5300多米的山上往回赶 摸黑走了两三个小时的山路 终于赶在老兵离队前 见到了老班长们 不管多么黑还是多么冷 或者多么的不容易 都是都感觉到还是脚脚的 因为在所有的情义面前 所任何的困难 都是阻挡不了的 也是只要我们的心更接近 哪怕以后发展直到天安海角 我相信也是相互挂念 向2020年度推伍老兵 送出真挚的话语 追 追老兵 离别的时刻终究还是来了 天微微亮 连里就为老兵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